火荷花園在陽光底下 被罩得滿片通紅 這是高雄內門最紅的花 因為外銷全靠它 因為日本是主要國家 所以你們這邊算大中就對了 對 我們中比較多 除了紅色火荷 還有綠色的紅荷花 因為色澤鮮豔花其長 一年高達兩億產值 光是外銷一年就能高達 約三百萬美金 主要外銷日本 佔據了日本市場的八成 現在韓市長直播中 再丟出好消息 韓市長又找到訂單了 除了賣水果 這次也賣花 紅荷花賣到日本 一年可以賣到約三百萬美金 現在鮮花類賣澳門 外銷金額再添兩百萬美金 外銷一口氣成長了六成 讓花農們更是秋海海 這個消息感覺怎麼樣 很高興啊 怎麼說 因為我覺得韓市長 他真的有實力 高雄出產的花卉 除了火荷知名度高 文心蘭也是外銷熱賣花種 雖然還不知道 澳門公司要買的花是哪一種 但只要能把貨賣出去 錢進來對花農來說 才是最直接幫助的好消息 記者物國曾黃旭 高雄報導 李肯友